可怜天下父母心,霍启刚曾经怎么也想不到,她长久以来对母亲朱玲玲的怨恨和不解,都源自于她当年的,狠心抛弃,直到她与郭晶晶洗劫连理,才恍然大悟,原来母亲的一切决定都饱含着深深的良苦用心。 当年,朱玲玲决意离开霍家,净身出户,连三个儿子都未曾带走,她深知儿子们对她心存芥蒂,但她依然默默承受着这一切,为了霍启刚的未来大事,她操碎了心,她亲自相看郭晶晶,出谋划策,助力霍启刚最终抱得美人归。 后来,朱玲玲再婚,嫁给了百亿富豪罗康瑞,她不仅在中间调和联络,让二婚丈夫成为儿子的得力助手,甚至在再次面临离婚时,她依然选择净身出户,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两家的颜面。 不得不说,朱玲玲的高明和智慧,让霍启刚的仕途之路走得更加顺畅,她以无私的爱和深远的眼光,为儿子的未来铺就了一条平坦的道路。 朱玲玲的人生篇章中,第一任丈夫是霍家嫡长子霍振婷,霍家资产之雄厚,早已超越百亿之界,稳坐香港豪门之巅。 而她的第二任丈夫,则是已故英军集团主席罗英时的四子罗康瑞,她不仅是豪门之后,个人资产更是高达二百亿港元,是名副其实的百亿富豪。 令人惊讶的是,朱玲玲在嫁给罗康瑞时,已经年纪五十,且是再婚之身,这样的中年女性,还能再次步入百亿富豪的殿堂,实在是超乎常人的想象。 那么,朱玲玲这传奇般的经历,究竟是因为命运的眷顾,还是她个人魅力的体现呢? 1958年,朱玲玲出生于缅甸的一个华人家庭,她在缅甸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九岁那年,随着父母和两个姐姐移居香港,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由于父母常年经商,朱玲玲从小就展现出与人交往的天赋,成为了一个社交小达人。 更令人称奇的是,她还拥有过人的语言天赋。 在缅甸时,她学会了缅甸语,而到了香港后,短短几个月内便熟练掌握了广东话和英语。 这样的才华,无疑为她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小学和初中时期,朱玲玲的学业成绩一直优异。 然而,相比学习成绩,她那出众的美貌和优雅的身材更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高中时期,她便被星探发掘,开始了兼职模特的生涯。 高中毕业后,朱玲玲原本计划前往英国留学。 然而,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决定参加港姐选美比赛。 凭借着自信和魅力,她一举夺得1977年的港姐总冠军,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颁奖典礼上,朱玲玲的盛世美颜征服了众多名流。 而在这其中,就有她未来的两任丈夫,霍振廷和罗康瑞。 当时的霍振廷31岁,罗康瑞29岁。 他们都是香港富豪圈中备受瞩目的钻石王老五。 然而,在这场爱情角逐中,霍振廷最终赢得了朱玲玲的心。 当19岁的朱玲玲首棚奖杯站在台上时,两位豪门二代都对她一见倾心。 虽然罗康瑞在外形上更为帅气,但霍振廷的家世和地位却让她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了优势。 朱玲玲的人生故事,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剧,她用自己的魅力和智慧,书写了一段段令人惊叹的篇章。 无论是与霍振廷还是罗康瑞的婚姻,都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她本人,也成为了香港豪门传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罗康瑞自小便怀揣着创业的梦想,她毅然决定向父亲借资,作为启动资金。 踏上了创业之路,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和拼搏,她成功打造了一家上市公司, 并最终积累了高达两百多亿港元的身家。 相比之下,霍振廷作为嫡长子,自然享有优先继承家业的权利, 她的生活似乎更为顺利,只需按部就班地继承副业。 因此,当两人同时爱上朱玲玲时,罗康瑞正忙于开创自己的事业, 而霍振廷则拥有充足的资源和时间来追求朱玲玲。 霍振廷追求朱玲玲的手段虽然传统, 却也别居易格,她时常开着豪车,带着朱玲玲出入高档场所, 品尝美食,享受娱乐。 她更是频繁地送花,买礼物, 给予朱玲玲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呵护。 对于出身普通家庭的朱玲玲来说, 这一切都是新鲜而令人心动的。 年仅十九岁的她,很快被霍振廷的热情所打动, 成为了她的正式女友。 仅仅九个月后,两人便高调地举办了婚礼。 而此时的罗康瑞,仍在为创业中的种种问题而忙碌, 霍英东对长子的婚姻极为看重。 她不仅给朱玲玲的父母送去了高达一千万的彩礼, 还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摆了整整三百六十桌宴席, 邀请了各界名流,一时之间轰动全港。 朱玲玲在相恋九个月后便嫁入豪门, 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然而,她很快发现豪门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 婆家的规矩繁多且严格, 身为港姐的她原本有着在娱乐圈发展的梦想, 但霍家的家规却让她不得不放弃这一梦想。 她只拍了一部影片后便退出娱乐圈, 开始在霍家过着豪门阔态的生活。 在豪门中立足, 生儿子成为了朱玲玲最大的依仗。 幸运的是, 她在这方面表现出色, 连续为霍家生下了三个儿子, 长子霍启刚, 次子霍启山以及幼子霍启人。 母凭子贵的朱玲玲在霍家的地位逐渐上升, 成为了家族中最具画室权的女主人之一, 仅次于婆婆吕燕妮。 然而, 豪门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快乐, 除了受到严苛的家规束缚外, 丈夫霍振婷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婚后的霍振婷专注于事业, 不再像恋爱时那样对朱玲玲呵护备置, 更让朱玲玲难以忍受的是, 2000年霍振婷被抱与一名女播音缘有染, 朱玲玲愤怒地质问霍振婷, 却得到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回答。 男人嘛, 这种事情难免会发生, 这句话语成龙的, 只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有着一举同工之妙, 让朱玲玲对这段婚姻感到深深的失望。 朱玲玲, 这位出身普通家庭的女孩, 虽平凡, 却拥有不凡的自尊与傲骨, 面对霍振婷在外的不忠行为, 她决然不会选择默默忍受。 自此, 她与霍振婷的婚姻表面虽维持, 但实则已名存实亡, 两人之间的争吵变得频繁而激烈。 在一次激烈的争执后, 朱玲玲愤然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了霍家大宅, 移居别处, 因霍家在香港地位显赫, 此事瞬间成为舆论的焦点,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人们纷纷猜测朱玲玲与霍振婷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更有大胆者预言他们不久便会走向离婚的终点。 然而, 事实的真相却是, 直至2005年, 朱玲玲才与霍振婷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结束了长达28年的婚姻。 在这漫长的五年间, 她是否独自承受着无尽的煎熬?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有一个人始终默默地守护在她身边, 她就是罗康瑞, 当年那个与霍振婷一同对她一见钟情的男人。 朱玲玲结婚后, 罗康瑞虽心灰意冷, 但也迅速与何荆杰步入婚姻殿堂, 并育有子女。 何荆杰是一位贤良淑德的女性, 她的持家有道, 让罗康瑞得以全身心投入事业, 从而推动公司不断壮大, 最终创造了数百亿的市值。 然而, 对于何荆杰, 罗康瑞心存感激, 却无爱意。 听闻朱玲玲婚姻变故的消息后, 她毅然决然地与何荆杰离婚, 重新追求朱玲玲, 但此时的朱玲玲名义上仍是霍振婷的妻子, 两人只能私下会面, 无法公开交往, 与霍振婷不同, 罗康瑞对朱玲玲始终如一, 他们的三观契合, 拥有众多共同爱好, 彼此视为灵魂伴侣, 然而, 只终究包不住火, 朱玲玲与罗康瑞的交往日渐频繁, 最终他们的私情被狗仔队曝光, 这一消息震惊全港, 霍振婷更是愤怒不已, 但鉴于自己先出轨的事实, 她虽气愤, 却也无从指责, 为了维护霍家的颜面, 她只能恳求朱玲玲搬回霍家居住, 以平息外界的, 谣言, 此时的朱玲玲对霍振婷已无丝毫感情, 但出于对霍家尊严的考虑, 她选择了暂时搬回霍家大宅, 虽然与罗康瑞的来往减少了许多, 但这并未阻止他们感情的进一步发展, 2005年, 在经历了诸多繁琐手续后, 朱玲玲终于与霍振婷彻彻底结束了婚姻关系, 重获自由的她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 与罗康瑞相恋了, 随后的三年光阴里, 朱玲玲与罗康瑞频频高调亮相于各大场合, 两人的亲密关系昭然若揭, 俨然成为众人眼中的模范情侣, 2008年, 这对金童玉女终于在新加坡喜结连礼, 婚礼虽低调, 却难言喜悦, 此时的朱玲玲年届五旬, 罗康瑞则是花甲之年, 两人皆是再婚, 且各自与前任育有子女, 然而, 他们的孩子并未出现在婚礼现场, 为父母送上祝福, 朱玲玲的三个儿子受家族规矩所限, 鲜少抛头露面, 而罗康瑞的义子义女则因父亲抛弃发妻, 而心怀怨恨, 不仅缺席婚礼, 更拒绝继承罗康瑞那百亿家产, 尽管如此, 罗康瑞与朱玲玲未因此介怀, 婚后的她们依旧如婚前般安爱有加, 频繁地高调展示着她们的幸福, 与霍家规矩森严不同, 罗康瑞对待朱玲玲十分随和, 从不束缚妻子的行为, 当朱玲玲萌生开珠宝殿的想法时, 她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和帮助, 这与霍家禁止女子经商的规矩截然不同, 更令人惊讶的是, 结婚仅数月后, 罗康瑞便发表声明, 表示将与妻子朱玲玲共享所有资产, 此时的罗康瑞身价已于二百亿, 而这些资产均是她与朱玲玲结婚前所政得, 属于婚前财产, 反观朱玲玲, 她与前夫霍振婷离婚时, 为带走一分财产, 净身出户, 因此, 她嫁给罗康瑞时, 个人名下几乎无资产, 罗康瑞的声明, 无疑是将百亿财产慷慨赠予朱玲玲, 结婚短短数月, 便赠予妻子如此巨额的财富, 朱玲玲两家豪门的事迹令人羡慕不已, 她不仅在五十岁的年纪再次嫁入豪门, 更得到了富豪丈夫的深爱, 然而, 对于罗康瑞的财富, 朱玲玲并无非分之想, 毕竟货家也是名门望族, 注重家族尊严, 即使罗康瑞有意赠予, 朱玲玲最终可能也会婉拒, 然而, 她的第二段婚姻始终未能得到子女的祝福, 甚至有传言称朱玲玲将面临净身出户的风险, 没有家人的祝福, 这段婚姻又能维持多久呢? 请 notd canopy登陆呈尤尤尤尊丽, 请不吝点赞 时 발 crab 您们已全部考虑 眼前语